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志要做什么 好 今天呢 带孩子们一起来完成梦想 今天我们听电影 这个主题单元 借由不同的角度 带您来听见电影里的传思 听见电影里不同的讯息 推荐适合终身学习的好电影 推荐适合空大师生 以及广大的朋友们 一同来聆听和观赏的好电影 今天听电影 好 今天邀访到的是电影人张作季 张导演 张导演好 大家好 我是张作季 导演 这部电影呢 您当初在订这个电影名称的时候是怎么想到的 还是说这样子寒假的时候 听音就有点见解了 我其实本来想拍寒假了 对 因为寒假有过年 可是钱不够 比较那些文化冲突会比较多 那是因为资金筹得比较慢 那来不及拍寒假 不会啊 寒假我还是列入考虑 如果有机会服务的话 我还是愿意拍寒假 是 就像你说的现在这个社会氛围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是差不多 这迟早的事了 因为你知道科技这件事情 它是缩短了人的距离 还是拉长了人的距离 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自己要拍这个暑假作业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自我认定的一个课题 那你刚刚说社会氛围 其实它也是因为科技的关系 把人和人的距离 变成人和电脑的距离而已 所以其实网络或者是资讯 好像在某一个虚拟世界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随时在线上搜寻到 你认为好友的人物 可是呢 事实上 它是拉远了我们在实际 真实世界的互动 对不对 感觉像是越来越紧张 我昨天就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嘛 就是明明就在同一个办公室 或者同一个餐厅 或者同一个座位 然后我一定要在你 在电脑上面帮你按赞 是 那我不会跟你说 不会当面 我觉得你那个东西好棒 现在已经不会这样讲了 要按赞了 所以如果旁边的人出了什么事情 你要虚他也好 或者是你要给他一个赞 给他一个拥抱 给他拍拍手也好 这个时候都要透过网络 人好像愿来愿不愿意 抬起眼来看旁边的人在做什么 关心他一下 如果我们愿意 关心一下旁边的人事物 也许很多危机 或者是我们会来得及 做很多及时的关注 来得及很多的动作 好了 这样讲有一点马后炮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暑假作业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呢 暑假作业其实没什么梦想 我觉得他只是 对我而言他呈现了一个 一个不能说都市的小孩 应该说是一个 拥抱山西的小孩 到乡下去之后 突然他没网络 怎么办 因为他要去跟人相处 而不是跟平板电脑相处 这个暑假是非常痛苦的 是 好痛苦的暑假 如果是我的孩子 大概已经这个30分钟之后 就已经开始哀哀叫了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忍受 这个空窗空洞的那段时间 然后不想得如何 自我去寻找快乐 没错啊 因为在都市的小朋友 看到荡秋千 他不习惯旁边是树啊 就是荡秋千 因为铁架上面的 有一天看到一棵树上面 放个荡秋千 他觉得不安全 对眼睛看到的 这个立体的东西 或者是真实的东西 他会带有存疑感 或距离感 那包含人在内 那不要再谈说 什么蚊子啊 什么虫啊 这个鱼啊 这种小东西蝉 就更不要谈那些 会发出怪声音 或对他们来讲 会很可怕的 很可怕 他们常常会看到乌龟 会看到很多孔雀 会看到很多东西 都是在平板电脑看到的 不然做作业 就是直接download就有了 真的他们到动物园的时候 事实上是很快速的 就看完了 而且是有距离的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你面前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他到底在表呈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是真实的生活在平面上面吗 还是 他真的可以在立体的 或是 或真的人和人相处 这个社会真的存在是OK的 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迟早的事了 当家长的 或者当 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啊 我常常 真的不能陪我小孩子 说 我要这个三国 然后就买一套三国电动玩具给他 现在人家的iPad1 iPad2了 我还在iPad1 好再换一台 就因为我没办法陪他 我就变成 我用这个东西去取代我陪他 但是那个世界是我不能控制的 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们接受到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因为只要能陪他就是对的 只要能够陪他 对啊 陪他的期末啊 陪他的无聊啊 都对的 那如果说再来一些软体 他能互动 那更糟了 嗯 所以真正陪孩子 充斥了孩子的 呃 原本真实世界的 变成一些虚拟的东西 这些虚拟的东西 在以前 可能比较 我们那个年代 这样讲就透露 我们的年纪 比较早一点 没有这个3C 这么普及的 的年代的时候 其实资讯并不是原罪 只是当我们的世界 充满了资讯 然后这些资讯 已经被虚拟取代了现实 其实 他越来越便捷了 但是他也拉近了 我们跟原本的 诶 虫与鸟兽就在你身边 可是你会觉得 他好恐怖 因为以前 他明明是在这个 LED的荧幕上面 哇 是会 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展示 那里展示给你看 并且旁边还有图书 还可以彩色烈印出来 你还可以复制贴上 没有想象有一天 那只瓢虫会飞 好可怕 好恐怖 差不多 我觉得这样说 好了 对我来讲 我们前年 这个片子我前年拍的 前年拍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有个感触 你会发现说 拿iPad的人 就算他到乡下 拿着iPad的人 他一定穿鞋子 他绝对不会把 他把他的袜子脱掉 赤脚的踩在 那个泥巴上面 就玩iPad 几乎是没有 这种景象的 所以现在的父母 你知道 那个小孩子 像我规定 我小孩子是 当然有点强迫了 就是 当然他自己 热在其中 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说到几岁 到六岁 小学 到小学之前 我不让他穿鞋子 不让他穿鞋子 就鼓励他不穿鞋子 不穿鞋子是好事 你知道只能在一辈子 最后在火化的 一辈子都要穿鞋子 去哪里都要穿鞋子 你不穿鞋子 变得不礼貌 所以是不是 其实现代人 做了很多的 越来越多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这个事物 把自己跟真实隔绝起来 没错 主要做业 其实就像 作业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人生 有很多的作业 那对我们 从小的经验来看 像暑假 为什么暑假作业先拍 因为暑假是最漫长的 那所有小朋友 以现在来讲 以前我们小朋友 以前我们那个 就像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暑假 那是一种奔放的开始 那什么时候写暑假作业 当时最后一天 导演 果然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当时最后一天 那时候很痛苦的经验 写了快哭 而且有时候还要出动 全家一起帮忙写 我倒是不敢 我倒是半夜写 那一次两次这样子 之后你会发现说 那有一次我自己暑假 我就先写 就全部先写完 哇 那真的是真过瘾 但是你知道 那个乐趣就少了一点点 是啊 感觉 冒险的那个乐趣就少了 感觉那个暑假的尾巴 好像少了一点 泪水 少了一点熬夜 少了一点那种 担惊受怕的那种 提心吊胆 要开学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小孩子 其实他同才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大家都没写的时候 你先写了 你反而会跟人家念 所以就我们讲 我们故事里面的小朋友好了 是 他其实你知道 暑假之夜 他是变成一种 因为学校有规定 比如要写这个 难忘了二十天 或十五天 这种东西 他会一个很 或者是补习班 或者是家教中心 你所教的那种成语 他全部套上去 所以他会变成一种 自私的作文 当然以前也会 就是写的作文 完全跟真实生活 是完全相反的 就变成一个作业这件事情 作业就是一个功课 是做给别人的 不是做给自己的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这个作业到底为谁做 当然常常父母亲会想说 我是为你好才这样子 老师也说为你好才这样子 反正有一天你会有感觉 知道你那时候 为什么这样做 是有帮助的 但往往我们在那个时间 是不知道的 那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变成一种成长过程 所以我只拍这个过程 拍这个过程 其实如果问现在很多 大概四五六年级的 当年的暑假作业写了什么 恐怕很少人回忆的起来 可是会记得那个过程 那导演刚刚有提到 如果现代人迫于无奈 这个为了买房子 这个想一想还是多赚点钱吧 有人已经放弃买房子了 干脆呢就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不要失业就已经很 所以这个迫于经济 迫于现实 迫于工作 迫于无奈 你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 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一代的 现在的老一代的 很多机会 能带到孙子的时候 为什么格外疼爱 他不会用对儿子的方式 去对孙子 我觉得那是在内心里面 找一个弥补作用 就是事实上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 我对我儿子一定是这样子 百般的 不要要求那么多 因为到最后 儿子也是这样子 女儿也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如果能重来 所以如果能重来的话 他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你会看到 主 主 阿公阿嬷这一代的 跟这个 孙子的相处方式 事实上 我的观察是 那是一个父母亲 对小孩子再次的 算是心理补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啊 所以 假在中间的儿子 非常的那种 非常怪 你怎么用双重标准 其实上对 那个爷爷或奶奶 或阿公阿嬷 他们是一种标准 就是因为时间不在了 所以我看到 为什么我喜欢用 主生三代的 因为主生三代的东西 是非常有趣的 那整个家族观会不一样 事实上是一样的 因为他就同样 是一个爱的方式 那当然 因为现在的科技的方法 你就今天你买 买一个平板给儿子 或换一个神算 或iPhone给儿子 或女儿 这个 这也是爱的一种 只是有些用钱 可以算得出来的 有些是用钱算不出来的 用钱可以算得出来的 可是培育出来的孩子 现在大概十个 有十一个 是在线上的小屁孩 就是刚刚张导演提到的 跑去那个粉丝团按赞了 所以导演觉得 像这样的一部电影 对现在3C线上的小屁孩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这样讲好像太教条话 可是我们多么希望说 现在这个爱玩魔兽 不要点名某些 标签化某些游戏 可是其实我们会觉得 在虚拟世界里面享受快感的 现在的年轻人们 年轻的孩子们 如果有多一点的机会 可以去接触 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消失的 真实世界 其实他们还存在 那有多好 因为真实的友情世界 真的比较值得花 花我们的青春 花我们的时间去经营 去对待 我觉得其实 只有四个字嘛 就是将心比心 这个东西真的蛮重要的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片商 或者一个投资者 他去拍 最近这个捷运这个事情 他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相信他票房会好吗 在台湾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敢 他知名度够了嘛 对不对 是 对 我觉得他一定很差 因为没人去看 但你知道吗 我们 我们台湾的人 有看过好莱坞的人骨评图 类似这种故事的电影很多 他票房非常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我们旁边 我们真的不愿意再看 是 真实在我们旁边 那你去看一个国外的 或看一个什么 那根本不痛不痒 因为你会觉得 他真的是故事 看故事觉得 看故事觉得很过瘾 可是真实发生 在你生活当中 你就会觉得这些媒体 血淋淋 然后这个新闻 每天反复的操作 但我们在痛斥 媒体的同时 其实他真的 每天就在我们身边 他只是这个时候 爆出来而已 但是你要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他是最知名度的 是啊 他不用宣传了 这个片子 那为什么 一定没人看 一定没人看这个电影 那是很残忍的 是 对不对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别人呢 因为我们看别人 不会有创伤症候群啊 对啊 所以就说 你要把很多东西 当成自己小孩来看的时候 或者是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样看 会比较 能贴近这件事情啊 就你刚问我的问题嘛 但是很难啊 因为 大家这个社会 因为你知道平板电脑 这种3C 是强调个人嘛 是啊 他不会说 今天这个iPad 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 他可以开啊 那一方世界就是你独有的 对啊 就是要存在 就要强调个人性嘛 那个人性 他就变成把你后面 所有的东西 把你包裹起来 包含你的过去 你的家人 全部都包在这个里面 那有的时候 和你之间 或父母之间 今天回不回家 也是用这种简讯啊 是啊 或LINE啊 就是 我说你功课写了没 没写 写 通常就写了嘛 那你在干嘛 我在我在玩电动 哦好 乖乖哦 那这种对话 在LINE上面 或者说不管 那达不了来 多来个Skype 就看到了 那其实 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到底是什么 也是爱了一种 那能解决什么 或者是 当然如果 人又可以选择 我就选择这件事情 是很重大的 很多人是不能选择的 那小孩子 他事实上是没办法选择 他经纪的 没办法独立 他很多东西是被 是上面给予他东西的 所以我们到 回过头来看 我们长一辈的 给小孩什么东西 那也不要怪这个时代啊 因为我们都在用这个东西啊 就像这个 我们早年那种 没事就停电啊 是 哇 停电是一种非常有 现在回想起来 要停电还蛮难的 停电的那个经验 是那一代宝贵的回忆啊 对啊 停电 点蜡烛 那时候非常 非常兴奋的 是 点蜡烛抓到一只虫 拿来烤啊 苍蝇啊 那 现在小朋友 连看到苍蝇都会怕 他根本没看过苍蝇 不要说苍蝇 背一只蚊子钉 都大惊小怪了 叫我小孩子 看到蟑螂 是比恐龙还可怕 所以 我要找房子 是为了 要找没有蟑螂的房子 是吗 如果我们把越来越多真实 用3C隔绝了起来 其实 现在年轻人会在电影 荧幕上面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 看歌集啦 哇 大呼精彩 并且大家 这个排队购票 现在还买预售票 可是看到蟑螂 又大惊小怪 所以 这个 而且呢 会在网络上面 吆喝 那个淡水线 我负责 或者是说 不听说了 是 这个 或者 哇 这个我也想要模仿一下 他是我的偶像 这样做真帅 可是其实 这是不是也反映了 现在 年轻的 这一辈 距离我们 真实的土地 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某些 元素 其实离得太遥远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涌起那一份 作为一个人 原始的那个感情 剩下的只是在 3C的世界里面 关于接受的 某些符号 这些符号 可能就是 打杀 暴力 或者是暴头 当然 我们不要把 这个线上游戏 标签化 可是的确 线下的孩子 他大部分接受的 就是这些 我觉得 我还是强调 这件事情 是选择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 给他选择 我并不代表 他选择的 这三项里面 有一项是坏的 像科技这件事情 我三项车 它是坏的 问题是他没有得选择 他今天除了选择 平板电脑之外 或者电脑之外 他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一个问题在里面 其实回到 更早之前 几年代 七零年代 就是早期 我们以前成长的环境 一样还是那么坏 因为你们为什么 要去跳舞呢 跳舞是坏的事情 那一群人 就在一个地方 逃警察 办了个舞会 这种 每个年代都有这种 所谓坏事 打撞球也是坏事 什么都是坏事 但是问题是 我们除了打撞球 这个年代 没办法做什么 因为学校不能进去 后来才开放 学校可以打篮球 慢慢开放 就很多东西可以选择 我觉得 就像现在的游乐区一样 他没有得选择 所以假日他只能去那边 因为到处都会 都会禁止情绪 国家公园也是被限制人数 什么 那你当一个小孩子 你给他的东西 他没有得选择 他只有平板电脑可以玩 他能做什么 写毛笔 练练 练钢琴 还是什么 就是他到底 你给他选择什么 他如果能选择 当然是最好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不认为说 线上游戏这件事情 是坏事 因为搞不好以后 会到3D 进化版到3D 或到所谓的投射 自我投射 会进去那个世界里面的 然后在20年30年 可能都会有了 当然问题还是会有 那如果制造商 或者是我们前辈们 或是有钱的人 他们能发展出 让很多的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年轻这一代的人 他有选择权利 这个都是很棒的 好 如果有一天 虚拟游戏是进入大自然 然后进入大自然 去这个探险也好啊 或者是刚刚导演讲的 赤脚去踩泥土啊 然后去跟这个 虫与鸟兽相处 那会不会就没有人要去大自然 没有人真的要去乡下了 没有人真的想 因为他们会觉得 其实这个虚拟世界 就已经很过瘾了 而且在虚拟世界 看到的景色 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完成的任务 那个元素会 所以这样更好啊 为什么 因为乡下就便宜啊 那喜欢的人就去乡下了 现在是没有人的选择 你知道吗 乡下也贵 是 乡下也贵 然后乡下盖的房子 又是违法的 你住在那边你会怕 就是又不鼓励乡下 然后又不鼓励都市 都市又特别贵 我们今天要去任何的 做休闲活动 看着就那放假那几天 是大家一磨蜂的 就到那地方急死人 也不知道排什么 去看个花 要排六个小时的队 去看那个丁花 就这样子 那事实上 你要给他选择 我觉得选择是一个 政府最大的一个责任 应该让我们人民 是可以有选择性 都不是单一化 那父母亲也是啊 但我自己做的 也不是很好了 我讲坦白的了 但是有时候 因为现实环境 真的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 有人 条件好的人 让小孩子有八个选择 那条件不好的人 可不可以让小孩子 有两个选择 那就好了 我不想 我不认为说 今天这个假日 礼拜六去哪 也不能跟同学 只能今天钢琴 这是没选择啊 我还是要传达一个 我们拍片 就我们自己说故事 人的一种感觉 当然我对这个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这一段时间 我就是有兴趣的时候 那我有个责任感 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也知道 我在做暑假作业 这个事情是有个 当然自我的一个 好听到使命感啊 因为我也拍过爸爸了 我也拍过妈妈了 那我觉得对小孩子 我是不是应该拍给小孩子看的 那就是我对我自己 从这个行业的一个 小小的使命啊 因为毕竟电影 是商业的一个行为嘛 但是你还是要 就让我比如说 你问我DVD希望卖的好不好 我当然希望卖的好啊 很多人来看啊 三代通常更好啊 三代通常也只买一片啊 导演你想太多了 三代通常OK 因为其实 我不在乎这个数量啊 我不在乎 我需要人多点看 没关系 倒是学校应该 或者是可以考虑 在放暑假之前 放这部电影 嗯 OK啊 我觉得很棒啊 公播版 也是我们自己在处理啊 很好啊 嗯 因为让孩子 在放暑假之前 放长假之前 思考一下 他的假期 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然后做大事 玩着梦想 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也没有其他的选项 是不是 对啊 这个电影 没有什么大道理啊 我只呈现那个 这个小朋友 写了十二天日记嘛 哎 这个对孩子 已经是大事了耶 啊 真的啊 是啊 对现在小朋友 已经是做大事了 呃 我希望啊 好 来 今年暑假 一个不一样的选项 刚刚张作记 张导演 花了好多的时间 呃 跟我们聊一聊 人生其实 或者是亲子关系 好 或者是 你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能够让他多一点选项 多一个也好 不要让孩子 只有单一的一个选择 谢谢张导演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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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